我們看這一體 這一體他說現在有一個空心的螺線管 裡面有一條形的磁鐵 那他們說下列哪些操作 可以使電流計中的電流方向是從A流到B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A選項 A選項的話他是說 如果磁鐵上端是N級 那麼他向上取出的話會不會電流 我們現在來看看 如果這是N級的話 那麼他的磁力線就是這樣繞的 磁力線是這樣繞的 那磁力線這樣繞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看那個下面的好了 看下面的話 你這樣一抽的話 通過下面這個線圈 他通過的磁力線速會減少 他現在的話呢 磁通量是往那邊 磁通量往那邊的話 他減少代表他變化往這裡 變化往這裡的話 所以他那個感應電動式是這個方向 所以感應電流這樣流的 感應電流這樣流的 這樣流的 這樣流的 這樣繞的 這樣繞的 所以A選項是錯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第1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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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N幾 他這個S幾的話 他這樣抽的話 這裡N幾的話 他磁流量是這樣子 那現在他越來越少 通過這裡 磁流量越來越少 所以磁流量變化是這個方向 所以磁流量變化這個方向的話 所以感應電流這樣流的 這樣流 這樣流的話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樣我們看看 這個要用左手 就是你那個磁流量變化 產生感應電動式 這要用左手 這是磁聲電 磁聲電用左手 電聲磁的話用右手 磁邊電就是那個法拉第 那個法拉第定律 右手的話是安平定律 所以B選項是對的 這樣我們看看C選項 用左手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感應電動式 是等於 負D5DT 這個是磁流量對時間變化量 這個的話是用右手 加個負荷就變成左手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C C的話他說磁鐵上端是N幾 然後向下組出 那當然就跟A是剛好是相 如果呢 如果N幾 A的話他剛剛是說 向上拉 現在這裡是 向下取出 那A錯的話 當然B就對了 再來我們看看D選項 D選項的話 它說磁鐵上端是S幾 下通N幾 向下取出 向下取出 那向下取出的話 跟這個剛好是顛倒過來 所以這個是錯的 這是錯的 好 那磁鐵上端為N幾 不動 不動就不會有磁通量變化 沒有磁通量變化的話 就不會有感應電動式 沒有感應電動式 就沒有感應電動式 所以這E的話呢 也是錯的 E是錯的 你鏡子不動的話 就不會有感應電動 所以答案應該選B跟C 答案應該選B跟C